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和大家看一單神奇案件 這單案件就說到大陸有一個21歲的年輕人想出國留學 竟然就將媽媽告上法院,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而她媽媽的回應都很厲害,她說兒子連大專都畢業不到 好,到底整件事來龍去脈是怎樣呢?我們一齊看看吧! 二十多年前,小亮的爸爸在廣州做生意 就認識了在師範學校做圖書管理員的小亮媽媽 小亮三歲那年,她父母因為感情問題離婚 小亮就被法院判了給爸爸 這個時候,小亮的爸爸因為沒有固定收入和工作 就叫小亮跟著爺爺和媽媽一齊大,這樣一放過去 就放了近20年,雖然小亮沒有和媽媽一齊生活 但作為媽媽的,她依然是有一些所謂不可推卸的撫養義務 所以法院就要求她每個月給30元的撫養費 在第一個月,小亮媽媽就積極主動把撫養費 就打錢打了給對方,從此之後 小亮媽媽在撫養費這個問題上就沒有主動和積極了 一年三年,小亮媽媽都沒有主動給過撫養費 後來在小亮的爺爺媽媽強烈要求之下 就將三年的費用一次過給了她們兩老 一共是1080元,後來小亮的爺爺媽媽就覺得物價上升30元 不夠做小朋友的生活費就要求她媽媽上漲生活費 但是小亮媽媽這個時候就跟她說,說你要生活費升高的話 你去法院,法院判多少,我給多少 意思就是說她一元雞都不會少,但是她亦都不會給多一元 而根據小亮的爺爺媽媽所說,她們兩夫妻離婚之後 她媽媽一直對小朋友都是完全不理的 從來沒去探過小朋友也都沒買過任何東西給她 當然啦,這些說話可能都是小朋友的爺爺媽媽和父親單方面說 而小亮的媽媽也有另一個說法,她就說 小朋友是自己心頭肉哪有不疼小朋友的 自從判了給老爸之後,她說自己無時無刻都想找小朋友 但是小朋友的爺爺媽媽經常刻意令到她和小朋友遠離 每當她千辛萬苦找到小朋友之後,她們又會搬屋 就令到她是怎樣都找不到小朋友 甚至乎小亮回小學的時候,她媽媽有一次去找到小亮回學的學校 見過小朋友一次之後就見不到第二次了 原來小亮的爺爺媽媽特別關照過老師不讓她和媽媽見面 那她說回那次見面,小亮的媽媽都說好生氣了 她說到她給了四粒糖的小朋友硬的是最便宜的 小朋友就說不要吃那四粒糖,然後把糖都丟到地上還用腳去踩 那所以,她媽媽說之後就特意去關照老師,就不讓她媽媽過去探小朋友了 那為什麼呢?只有六七歲剛上學的小亮 會把她媽媽的四粒糖丟到地上和用腳踩 然後又說不好吃呢? 難道就真的好像她媽媽那樣說 她知道糖很便宜她不想吃?原來這不是小亮的意思 內情就是他在爺爺了解到,就説他媽媽原本就是不想要她的, 所以他對媽媽一直都無好感,就覺得他媽媽是壞人, 所以送這些東西給他,他就生氣,丟落地下。 由於小時候不懂事,在爺爺媽媽這樣的教育之下, 為了保持對媽媽的距離,所以就做這些有羞辱性的動作。 而且在小亮的爸爸爺爺媽媽口中,他都是一個媽媽不要的小朋友來的。 他老爸就跟他說,有些小朋友的媽媽就吵著要拿回小朋友的撫養權, 亦都是想把小朋友拿回來自己養,但他媽媽就完全沒有這種態度, 到底事實是不是這樣呢? 原來小亮的媽媽當初是非常之想要把小朋友拿回來自己養, 就不像他爺爺媽媽那樣說不想要他。 而且不是空口說白話的,是有事實根據的, 當年是為了拿到小朋友的撫養權,在西湖區的法院判決小亮父母離婚之後, 小亮媽媽還有上訴去到杭州的中級人民法院, 目的就是一個啦,就是要拿回兒子的撫養權。 在小亮父母離婚的時候,法官的筆錄亦都是看到一個記載的。 法官就問到對子女撫養的考慮, 小亮媽媽就說要採電、熊運電風扇和小朋友。 當時法官就記載了,其實雙方爭論的焦點就是小朋友的撫養問題。 所以就說小朋友的媽媽不是不願意要她,不願意撫養她, 而她兩夫婦為了爭個小朋友爭了好久, 最終法院是判了給小亮的爸爸。 那一個4粒糖的事件也是小亮去小學之後沒有子間的第二次見面, 也是最後一次見面。 之後小亮整個小學對她媽媽的記憶就停留在4粒糖 和每個月30元的撫養費上。 去到2002年,小亮就升到上初二, 小亮的爸爸就覺得每個月30元就已經滿足不到小亮的花費, 於是乎她找到小亮的媽媽,希望她可以加錢。 亦都是因爲這一樣東西, 小亮的爺爺媽媽亦都是好多次去到, 小亮媽媽上班的學校吵了好多次, 小亮媽媽就說了一句, 你要錢,去問法院拿,法院判幾多,我就給幾多了。 之後小亮的爺爺媽媽真是將她媽媽告上法庭, 法院就根據實際情況將每個月的撫養費由30元提高到250元。 跟著時間眨眼就去到2006年,小亮開始上高中了, 學習和生活上的花費更加之大, 小亮的爺爺媽媽又再次將她媽媽告到上法院了。 而今次小亮的撫養費就由250元升到600元。 經過兩次大家對補公堂, 小亮媽媽都覺得好委屈, 她說到自己從來沒給少過一分錢的撫養費, 只是小亮的爺爺媽媽不停地罵她, 以及不給小朋友見她, 她亦都見不到自己的親生骨肉, 這一個就是她不肯增加撫養費的主要原因。 而小亮亦都有出事她銀行卡的帳單, 亦都看得到小亮媽媽每個月是會按時將生活費直接打到小亮的銀行卡上面。 那小亮媽媽其實都沒放棄過這個兒子, 一路都想維持回個好的關係, 但結果就不盡人意了。 在小亮上初中的時候, 母子家就開始有點交流, 小亮媽媽亦都會刻意抽時間出來陪兒子去旅遊, 後來小亮媽媽亦都幫她請了個家教老師, 又花了7000元將兒子送了上去當地的一間高中去讀書。 那大家交流多了, 小亮開始就明白媽媽的苦衷了。 但是兩母子之間的關係有點緩和之後, 好快亦都是因為一件事令到兩母子的關係好難再修復了。 那這件事的發生正好就是小亮阿姨阿媽第二次將她媽媽告上法院的時候了。 那當時小亮就想買一本的輔導書, 她知道她媽媽那一日會去看她, 就準備叫媽媽買給自己了。 她心想, 輔導書是為了學習, 她媽媽無可能就不答應的。 那怎知她媽媽在旁邊就冷嘲熱放, 就說媽媽不會買給她了。 那結果被她媽媽講中, 小亮媽媽當時就因為增加生活費, 就跟她的爺爺媽媽就吵架了。 她覺得這件事是她爺爺媽媽從中作緊, 被媽媽拒絕了的小亮就覺得在媽媽面前就沒有了面了, 於是又再次爭她媽媽了。 那母子之間的關係又重新回到冰點了。 整個高中她除了接受媽媽給她的每個月600元撫養費之外, 她是拒絕跟她媽媽有任何接觸的。 小亮高中畢業之後就考到杭州本地的一間大專院校。 這間學校來她媽媽做藝的地方不遠的, 在她媽媽努力之下雙方開始有點交流。 在這段時間,小亮就經常去媽媽食堂食飯, 她媽媽亦都會跟她兒子買些生活用品, 買衣服、書、電腦、運動鞋、輔導班。 這些都是小亮去大學之後她媽媽每個月在生活費之外會給她的東西來的。 但是有人問起小亮她媽媽怎樣, 她就只會說媽媽買得兩件衣服給她, 其他完全好像忘記了那樣的。 這一點令到她媽媽都幾心寒的。 正如很多人平時所聽到的說話那樣, 你順著她99次, 只要一次令到她不開心,她就覺得你對她不好的啦。 去到大學啦,小亮就對自己所讀的專業不敢興趣啦, 就比較喜歡日語這一個課程啦。 而她竟然就退了學, 就一心想去出國留學啦。 那出國留學這件事, 小亮就得到她爺爺媽媽的支持啦。 但是她想找媽媽要錢的時候, 她媽媽就跟她潑了一盆冷水啦。 小亮媽媽認為, 小亮雖然日語學得好啊, 但是對出國留學沒什麼太大的作用啊。 因為你不是說去日本留學就是為了和日本人去比較日語這一個課程啦。 而且小亮的媽媽都了解到啦。 小亮去日本報的都只不過是當地的一間培訓學校, 想要去大學還要經過當地的考試。 另外小亮在國內的專科都學得不太好, 連畢業證都沒有。 她覺得小亮去到日本留學是一件非常之不現實的事來的。 最終小亮在沒得到媽媽的幫助之下, 也都是將她媽媽告上法庭啦。 而且小亮的阿爺也好生氣, 她覺得小亮媽媽應該對她的孫子是無條件支持而不是諷刺。 她說她媽媽不是個人啦。 沒人性、沒母性啦。 大概就是這句話深深刻住在小亮的腦裏。 小亮在法庭上都是講返同一樣的事, 就說她媽媽沒人性、沒母性。 最後這個案件又如何判呢? 在2011年4月22日, 杭州市的西湖區人民法院做出了宣判, 就駁回了小亮的訴求。 她說小亮已經21歲啦, 就已經是可以獨立生活的啦。 所以按照正常來說, 高中畢業之後她媽媽就已經沒有了撫養她的義務啦。 但是她媽媽在讀大學期間依然給生活費她, 亦都是跟她買日常用品, 正常來說應該是要感恩才是的。 但是小亮就完全不記得媽媽對她的欣情啦, 反而認為這些事都是自己應得的。 這樣先有, 最後為了出國就將媽媽告上法庭這一幕啦。 所以法官就說, 小亮是一個非常之錯誤的認知, 就是在她心裏無論自己幾大, 只要是媽媽的兒子, 她就應該將自己的東西全部為她付出啦。 搞到整件事這樣, 罪魁禍首都可以說得想是她阿姨阿嬤, 甚至乎是她老爸本人, 是為她灌輸了一些不正確的思想, 令到她們缺乏正常的親情, 反而變成仇人那樣。 那這宗官司結束之後, 其實就沒有一個人是勝利者來的, 她們整家人。 你都可以想像得到, 其實就算官司結束了, 她媽媽贏了也好, 小亮對她媽媽應該都會有一種 到死不相往來的態度出現的啦。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